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5月27日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黄海舟受邀出席布雷顿森林体系 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 即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以下为黄海舟发言实录 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我讲三点 首先世界是复杂的 我们想要用简单的一句话去描述一个问题相当难 但是在有些国家经济增长是很慢的 未来的一系列挑战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我希望未来不是那么悲观的 未来靠增长 所以我讲三点 第一点系统非常重要 第二点世界是多样性的 第三点未来靠增长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的时候 中国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有个非常好的提案 这个提案是孔祥熙和宋子文提出来的 这个提案很简单 如果没有发生全球性的大金融危机 借债人想要赖账 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应该保护债权人 如果全球遇到比较大的危机 比如二战后的重建 这个债务问题非常大 这时候政策应该倾向于保护借债人 但是当时的讨论时没有被外界提及 而且比较遗憾的是 所有相关文件都被带到台湾去了 也没有被公开 但实际上有人找到这个文件 里面有很重要的意见 我想借这个机会 把这段历史给大家做个回顾 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以后 全球增长都是非常稳定的 就是1944年和1945年 解决了二战之前的纷争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 这个系统还是有效的 全球增长也很好 贸易量也增长得很快 但是这个系统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漏洞 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 而全世界的黄金供应是不够的 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和1987年 卢浮工协议才找到新的体系 从1971到1981年 全球经济处于高通胀 低增长状态 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实际上已经不工作了 我们回顾一下 1981年到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这段期间 大家一般认为 全球经济主要是高增长 低通胀 但并不是全球所有国家都是这种状态 日本实际上先失去了10年 又失去了10年 然后又失去了10年 这30年里 日本零增长 零利率 零通胀 与此同时 美国总体来讲 是中等程度发展 中国则是高速发展 这个世界还是相当复杂的 但是这个世界体系 还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2020年 世界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各国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措施 相当不一样 到今天而言 大家知道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 2023年GDP规模 都超过了2019年 即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GDP规模 但是 如果比较增长速度的话 则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重要的变化 虽然所有国家2023年GDP规模 都超过2019 基本上都恢复了 但如果把各国2023年GDP规模 除以美国2023年的GDP规模 再跟这个国家2019年GDP 除以美国2019年GDP来比较的话 得出的答案是 所有国家2023年GDP与美国的比值 相对于2019年的这个比值 都是下降的 过去三年里 唯一一个国家 在全球GDP规模贡献里面 有大幅上升的 涨2至3个点 就是美国 其他国家相对于对全球 GDP规模的贡献 要么是持平 要么是小于美国增长的三个点 要么是下降的 这里面下降比较多的是日本 很大原因是汇率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我们把世界经济笼统地概括为 高债务 高通胀 低增长 不是这样的 美国过去两年的名义 GDP增长 涨了将近20个点 这哪是低增长 美国过去两年 造出七巨头这样的巨型公司 市值2.3万亿美元的公司 这根本不是低增长 实际上 在全球增长都很好的时候 日本增长非常差 失去了30年 日本在90年代危机爆发的之前 其人均GDP达到美国150% 1945年以后 在5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国里 人均GDP赶超美国的国家 只有一个例子 就是日本 日本不仅赶上了美国 而且超过美国人均GDP 达到美国的150% 经过30年的零增长 零利率 零通胀 日本今天的人均GDP 低于美国的50% 世界的复杂性 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个重要变化 2012年 劳伦斯 萨姆斯在IMF 做了一个很有名的演讲 他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 2008年危机后 全球将来会进入低增长 低利率 低通胀 当时他讲了很多国家 面临零利率 负利率 2012年 欧洲发生了欧债危机 希腊 意大利 西班牙等等国家的问题 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但是今天回过头看看 劳伦斯 萨姆斯 担心那件事没有发生 至少在美国没有发生 美国是低利率 低通胀 低增长吗 不是 所以世界变化是很快的 这个意义上来讲 美国成功利用了这次危机 把原来可能要面临 日本是长期的低通胀 低增长 低利率的顽疾 给它改变成了相对高的增长 相对高的通胀 相对高的利率水平 美国过去两年 通货膨胀比较高 现在仍然面临一个相对高的水平 这个通胀水平 我认为会下来 所以我认为 我们不需要太过关注 美国的债务风险问题 因为美国过去两年 实际利率是负的 如果美国名义 GDP增长 能保持在5%以上 那么 其经济增长 将足以应对债务问题 实际上 我刚刚讲过去两年 美国名义 GDP加起来 达到将近20% 而且我们要关注到另外一件事 2020年 美国实施了超强的刺激 财政刺激 美国国债战 GDP比例一年当中 上升接近GDP的13% 往上拉了将近30个点 我讲的第三点 未来靠增长 增长才是关键 增长一方面靠科技革命 还有很多国家 需要做制度性的改革 在国际层面上 我们还是要拥抱全球化 支持多边主义 IMF在这上面 还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意义上讲 所有的问题最好的解释 靠增长 增长应该优先于 对债务的担忧 这才是我讲的第三点 总结下来我讲了三点 第一点系统非常重要 希望未来40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变得更好 可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3.0版 第二点 世界是多样性的 很难用一句话 去概括世界的趋势 而且很难用一句话 描述所有国家 在同一个时间 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是同样的 全世界都很好的时候 还有一些国家是很差的 第三点 未来的关键 是靠增长 没有当意的原因 就能看到 我们在沟通的时间里 是最好的 从中心里面 我们在沟通的时间里面 我们在沟通的时间里面